大家好 歡迎收看 寶珠鳳姐 回到莎莎 在台灣呢 有人哈韓 也有人哈日 然後哈的程度也不太一樣 有人可能是一年 去玩個幾次就可以 但有人呢 就是要到那邊生活 他們想要體驗當地的生活 所以今天呢 邀請了八位 他們都是台灣人 到了韓國 日本去生活 但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或是他們有什麼干過台灣的 大家好 分享一下 先和我們來賓NO哥 大家好 安妮 還有我們兩位外國人 你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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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沒有講我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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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人 是台西人 是台西人嗎 是你去我通通 好 還有在日本韓國生活的 台灣人 歡迎你們 歡迎你們 歡迎你們來台灣 歡迎你們來台灣 我要控制台灣 因為安妮你也在日本生活三年 三年 然後就是你從俄羅斯先去日本 先去日本 對 再來台灣 現在在那邊 遇到一些不開心的事嗎 因為我又不開心 我覺得我在台灣比較開心 就比較愛台灣 所以你去日本是學中文是不是 所以你會講日文 我會講日文 因為三年了 他日文應該滿厲害的 好 待會兒跟我們講一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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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大家 去之前跟去之後 你們的分數有變嗎 如果百分之十分的話 你們會打幾分呢 因為其實台灣 在很久之前的風氣 應該就是開朗 或是現場的人都知道 台灣還是反韓 其實以前很嚴重 你去得很糟耶 我算是內掛的 對 我算是有點被媒體 洗腦內掛的 然後所以我 反而是 我去之前的時候 分數沒有 就是沒有很高 六分 給這麼高啊 對 滿厲害的 對 因為我懂他的 因為早期都是因為 運動的關係 對 大家會對韓國人 會特別的對不對 你在台灣 看籃球啊 看棒球 你應該敢做人的 我知道 台灣 我反而是嫁過去了之後 發現韓國人 並沒有我們想得這麼可怕 跟 並沒有 就 一般普通不會這樣 對啦 會覺得他們很陰險嗎 就是集中在球員身上 所以不要跟球員在一起 就好了 對 老公不是球員嗎 對 你用動員就好了 OK 那好 就反而去了以後 其實 我可能也比較幸運 是去的是 結婚是有家人的狀況 所以是一直有人在照顧 然後跟 反而覺得 其實韓國人 對外國人 是還是滿照顧的 然後非常喜歡 那裡的天氣 因為他們是一個 很四季分明的國家 是 所以我覺得那種 春夏秋冬的那種 過時間的感覺 就衣服可以買很多嘛 春夏秋冬 衣服可以買很多嘛 衣服可以買很多 真的 所以去之前是六分 那去之後是幾分呢 那去之後 以後反而三四分 哇 還是平均啊 比如說我的 對台灣的分數 滿分是十分 是 國的是應該一百分 等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台灣真的最棒的國家 不然為什麼 在這邊這麼久 真的 所以你覺得台灣好在哪裡 人 台灣人 對 第二個是 第三個是 第三個是 第四個是 安全 所以日本人 不OK嗎 不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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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一樣 先聊韓國好了 對 就你一起嫁去韓國的時候 你有沒有 心裡有一種掙扎 想說 我有點不想 有耶 那是當時 那時候其實我 所以我先去念了那個 韓國的語言學校 就是因為想說 先去念語言學校 然後我媽叫我去探一下風聲 看一下 男生家裡面的人 好不好相處 你媽媽就把你一個女兒 推進火坑這樣 我媽說沒有 我媽媽是說 你就去念語言學校 以念語言學校為主 閒暇之語 念了一年了以後 才結婚這樣子 所以那一年 你對於韓國的印象 就有很大的改變 對 六分變八分 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因為我以前 就有學韓文 那我在認識我老公的時候 我已經是會韓文的狀態了 所以你學韓文的動機 應該也是哈韓嗎 算是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很喜歡韓國的食物 韓劇 還有旅遊 像我認識我老公之前 我就很常去旅遊 那後來認識我老公 是我們是網路上認識的 然後認識之後呢 再到韓國去生活 那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其實 本來對韓國的印象 就是非常的好 我那時候 很高 本來很高很高 那麼高 就覺得韓國就是 一年四季都很漂亮 春天看櫻花 而且還可以下雪 摸到那個雪 好棒 那時候就覺得 一切都很喜歡 但是去到那邊 因為其實旅遊跟生活 還是有很大的不一樣 那去到那邊 可能加上就是 又離家遠 那加上我很怕冷 我以前在 我在高中念書的時候 就是我上學冬天 都要穿六件上學 完全不怕冷 我真的很怕冷 然後我就是 去到那邊之後 就覺得冬天完全 都不想出門 像我現在冬天 我就完全不出門 妳該不會也是那種 冬天不太想洗澡的人吧 不會啦 好 然後呢 就是去到那邊之後 其實本來覺得 有一個很漂亮的銀杏啊 就是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去看過銀杏 就是它落果的時候 掉到地上 如果你踩到它 你的鞋底就會 它就是會有一個 很可怕的味道 對... 所以去到那邊之後覺得 每次秋天 就是看到銀杏 就覺得很煩 不想出門 對 春夏我很喜歡 對 那生活之後呢 所以就因為這些原因 就變成了 對 我覺得天氣 對我來說影響真的很大 對 我整個冬天 就是都不出門 但他室內都有暖氣 或是那個地熱就還好啊 可是我覺得 所以他就不出門 對 所以就待在家裡 暖氣的不能會太乾 很不舒服 對 台灣人很不適合那種 剛去的時候 應該臉都要乾到爆炸 現在也會 而且年紀越來越大 油脂就變少 油脂變少 對啊 就很容易就是乾 真的耶 好 所以 那麵膜是那個 你去那邊拿很多麵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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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怕冷... 真的啊 對 還有熱的麵膜 對 還有熱的麵膜 好像有 韓國好像有啊 你有發現我們在四足道 你喜歡上韓國嗎 我加油 好不好 我加油... 所以老公的愛心不夠 對不對 不夠... 不夠 永遠不變了 很渴望 我老公 你老公有來嗎 你老公有來嗎 我老公有來 哪一個... 這一個 很帥耶 所以現在幸福嗎 你覺得呢 對 你覺得嗎 對 但是根本是 好 所以是九分跟六分 對... 好 對韓國真的非常的喜歡 因為明星的關係 所以在生活前呢 就是 好想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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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還有一分 一分... 到那邊生活之後 其實有三件事情 讓我還滿受不了的 那那個時候就是 凌晨嘛 夜生活 就是回家之前 在路上其實 都會有很多的垃圾 還有喝醉酒的兔 對 非常的多 超多 因為台灣的話是 會有垃圾車來收垃圾嘛 那他們的話是店家 他就會拿到外面去 放在街道上 然後凌晨才會有那個 清潔的員工來收 那變成說 你沒有綁好還是怎樣的話 非常的... 就看了會很不舒服 他們有那種大型的垃圾箱 就是大家放進去幹什麼 沒有... 就是一包一包的 直接在樹旁邊 或是店家旁邊 然後就這樣放 是施肥嗎 對... 最後的話就是 韓國人在路上 可能撞到人 然後他們都不會道歉 這個部分 明天沒去過美國 他們那邊還會罵妳 他們剛剛就會說 I OK I don't have a problem 他們被撞 他們真的不會這麼被撞 對 被撞 他們... 他們推別人也很沒知覺 無感 對 真的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你是無感的 對 你超人感的 沒有很敵感耶 好 所以之後的生活 到底去到那裡之後呢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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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很害怕 霞翔哥 我真的很想問你這件事情 你們韓國人 為什麼要一直推人跟撞人 為什麼都不到 你們都... 你們都很敵感嗎 一直推 第一 就可能 然後第二 就是大家都很忙 對 我們也很忙啊 我媽媽也是 他連撞到我也是知道嗎 然後他沒有跟我 給我道歉 對 他就... 他媽媽撞到應該還好 不是家人 媽媽撞到不孝 其實我也是離開韓國 才發現 那台灣... 撞到的人要說對不起 對 在台灣過一陣子之後 再回去的時候發現那個 很多人就還是有 稍微碰撞這樣子 但是不是故意的啦 但是... 你要戴個哨子嘛 戴撞到啤啤 就是有一些比較年長的 他們明明就是旁邊也有路 但是他們就很喜歡 一直扶著我的腰包 往前推 而且他會看著旁邊 然後一直推 然後說... 就是很想回他 到底為什麼 剛才講過 就是說我們現在這麼忙碌 然後... 對 稍微就... 我要經過的時候 我補充一下好了 因為其實韓國人 他們就是有 大家都是一家人的 這個傳統文化 所以他們覺得 大家都是一家人的說 我很趕地說 你讓我過一下 應該也太痛吧 就這樣一起吃飯 大家用同一個章子 也還好吧 也還好吧 因為我之前 是因為結婚學行嗎 也都是結婚 然後我去之前對韓國 也沒有太多的認識 所以我就覺得 他可能跟我看到的韓劇 是一樣可能就是非常的豪華 像江南都那樣很乾淨 好 所以我去之前呢 我給他 那之後呢... 去之後呢 其實就是大家剛剛講到這個 就是... 就是我的扣分 原因之一 所以我就直接先給大家看 去之後 分數是八分 那沒差 不行 那個板子要全部重做 不要 九分 然後後來發現兩分半這樣 這邊六分好了... 這邊六分 那扣分原因其實有一個 很大部分就是 我那時候剛去 一開始去語學堂 然後老師就跟我們講說 韓國人種除了 男人 女人 還有一種人 叫做Ajuma 就是大家知道的Ajuma 那我為什麼會扣在Ajuma的部分 是因為我覺得 他們就是像剛剛說的 像剛剛開朗講的媽媽的部分 他們就是比較 對於人跟人之間距離感的哪裡 我覺得 跟我們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就像我常搭地鐵的時候 我不只一次 我就站在那個安全閘門的前面 大概就50公分吧 然後我只要低頭滑個手機 就... 然後或者是像是去吃什麼 Buffet啊 自助餐的時候 就像大家剛剛說的 他們可能不會跟妳說 不好意思 借我過 他們就會直接在妳後面 把妳推開 可是妳就會覺得 就等我夾一下菜 是會怎麼樣嗎 其實還是蠻多這個 我不知道 還是這樣 還是有遇到自己 才有八分 接下來看日本的部分 我自己是去之前的話 因為覺得日本就是 都對人很友善嘛 所以分數還算高 8分 很高 可以 對 那去之後呢 他們就覺得自己跳脫了一些 外來居民的身分 真的進入他們的生活之後呢 稍微下降了一點 六分 六分 他們還是很親切 還是很有禮貌 但是有些時候會覺得 效率可不可以高一點 去辦那個FISA金融卡 我先去開戶 然後開完戶之後 我會說我的那個金融卡 要有信用卡功能 他要說好 那我在開戶呢 台灣是不是開戶 你可能在那邊等一個小時 你就可以 或許不用 就不到那個小時 如果沒有人的話 我們可以把你泡茶 給你茶 對 喝個茶就好啦 這樣子 那在日本呢 你要先在現場等手續 兩三個小時之後呢 他就會跟你說 那我一個禮拜之後 會把你的金融卡寄給你 那你幹嘛要等那兩三個小時啊 對 而且重點是 我一個禮拜之後 收到那張金融卡 還沒有信用卡功能 而且銀行大方 對 他說 我一個禮拜之後 寄給你那張金融卡呢 你先用 那再一個禮拜 我會再寄給你一張 真的有信用卡 對 有功能的FISA金融卡 那你到時候 你再把你第一次收到的那張 真的啦 這可能是安全的問題 但是就是效率很低 我也有幫過FISA卡 然後他們就這樣 然後他們看到我是外國人 然後俄羅斯的護照 我們前面還有兩個 就是兩個字這樣子 然後他們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他 就是其他外國人的護照 不一樣的號碼 所以他們就叫 很多很多同事 一起來這樣子 研究對不對 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 研究 然後沒人知道要做什麼 那時候你聽得懂日文嗎 我聽得懂 他們沒有說話 因為我講到 俄羅斯是漂亮的意思 漂亮的意思 他會不會這樣 他就在幹嘛 照顧我只到 我剛剛的 怎麼會這樣 會不會是這樣 他們不會這樣 差不多 他們很愛這樣子 很愛開會的樣子 對不對 對 對 去日本之前 因為我是 完全透過電視 假如說像是日劇啊 偶像等等 認識日本 因為你是粉絲的姿態 對 所以我就是把日本 看成像一個夢幻國度一樣 所以我去之前 如果十分滿分的話 我是給到 十分 神經病出現了 神經病 這是我夢吧 這是我夢經病 是 可是這樣就是好像進去 就是Disneyland的那種感覺 就是去一個夢幻國度這樣 真的 然後所以去之後 就發生慘劇 來到我們看一下慘劇 去之後 現在生活三年多 剩下 是 一天五塊 就是 可是要說 還是為了留下七點五分 是因為 就是整個交通 還是非常發達 所以我一個人在那邊 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我還是一樣 很喜歡日本 所以是在東京生活嗎 我現在在東京圈 我住在奇域 但是在 奇域縣 在那個東京上班 但你不覺得 每天敢坐那個電車 真的超級不開心 非常可怕 就是 我很多時候 如果上比較早的班 我會沒有辦法準時抵達 就是因為 然後我就會連續一直下車 然後就拖一拖再回來搭車 因為空氣真的很稀薄 早上女生 可能會有那種低血壓的問題 真的沒有辦法呼吸 大家知道 應該都有聽過 日本最有名的滿圓電車 然後就是 擠進去這樣子 擠到不行 然後我資料夾掉了 也沒有辦法撿 而且就是你跟 就是你要看你運氣好不好 才知道跟你擠的人是誰 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會 歐吉桑也跟你擠很近 然後他還在我手 肩膀上面 會面對面這樣近距離嗎 還是都是背對著 會就是面對面 然後你就要這樣 然後他的臉在這裡 對 應該說 因為有一些歐吉桑有口臭 對 而且有口臭 我們兩個身高比較高 我們都會直接碰到 那個歐吉桑的層底 差不多剛好 還有腰下腰下 很長 對 腰下腰下 那我就像電視演的那樣 很多吃汗嘛 這第一一樣 為什麼 我想說我會對日本變成這樣 就是因為我去日本第一個禮拜 我就都摸屁股 對 真的喔 在電車上嗎 對 第一次 就跟電視演的是一樣嗎 你都摔得太多 你都摔得太多 好 所以是當時怎麼 你穿很短嗎 我其實就在像台灣一樣 我穿一個短褲去 因為台灣人你們穿的短褲 有點太短 太短 真的不知道 日本女生其實真的 裙子幾乎是過襲的 對啊 我都沒有被摸過屁股 都穿長褲去 我屁股很好看 好不好 摸頭髮 沒有 所以妳是因為都穿長褲嗎 沒有啊 我也喜歡穿短褲的 都沒被摸 應該妳的態度 妳就這邊這樣 沒有發現 摸摸看 摸摸看 氣勢氣勢 所以那天就被摸了屁股 對 而且我一開始沒有發現 我就覺得有東西一直頂在我後面 我就覺得很怪 然後是我同行的人 跟我說 他在摸妳屁股 好餓 我才發現 然後我從此之後 然後就氣了也不行 所以妳現場有制止他嗎 因為我同情的人跟我一搭話 他就嚇到 他就趕快下車了 然後從此之後就超害怕 他不一定是日本人 大小 可能是韓國人 對 有可能是韓國人 對 然後被叫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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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很面熟 我沒... 真的 對啊 這怎麼辦 可是呢 當然是女生也有問題 但是現在很多電車有 有女生專用車廂嗎 對 但你們男生還是會上車啊 對 但是呢 男生也... 男生也有注意 因為有一些就是 自己有一些詐騙的集團 然後他們是女高生喔 韓國語雙關 外國人狀況百出 在線的時候怎麼說呢 就是 那外國人就覺得 他打給我 也不用把講韓文上去說 可是他問我的時候 我當下他說 然後回去以後 我就還跟我老公抱怨說 詐騙不吉祥 然後他們是女高生喔 女高生大概像四個人就一膽 然後呢 沒有摸 那個男生沒有摸 但是他說 我被摸了 然後他的朋友過來 其實他們也是同一群人 然後你對我的朋友幹嘛 然後就被抓 而且那個時候 如果一被抓的話 其實 那個男生也是 沒辦法那種 說我沒有或什麼的 對... 如果真的萬一被抓到的話 因為之前我問過日本 你有被抓到是不是 沒有... 沒有... 像老張的比較違憲 要保護自己 如果真的被那個 就是詐騙集團騙的時候 那你... 他們會先叫那個電車員 對 然後要進那個張務室 然後叫警察來 那律師的說法是 不然到時候法官問說 你有被摸 你有摸他對不對 你說沒有 他說有的話 那到時候會 法官會說 你是不是有進張務室 那你幹嘛進去 你沒事你幹嘛進去 你心虛才進去 他還做筆錄這樣 所以如果不是你 你就堅決不是你 所以你真的有被誤賴過是不是 沒有... 其實你講 他連律師都講出來了 心持... 比較猥褻很容易 堅持 明明不是我轉過來 兩個人 就是你吧 好 所以你們有沒有 因為來自於國外 受到排擠的困擾或問題呢 我現在在日本上班 然後我們會需要接聽 就是社內的電話 那一接起來的時候就要先說 你好 我是什麼什麼店的誰誰誰 那我就會說 什麼什麼店的エリです 我就會講我的中文名字出來 的時候 對方就會馬上說 那可以幫我換誰誰誰嗎 就是幫我換一個 另外一個日本人接電話 然後就 好 那就換 而且那個換的人還是我的後輩 就比我之前很多 然後就換給他 然後他就開始問他一些事情之後 那個事情的負責人其實是我 然後結果那個後輩要再跑過來說 エリさん...這個要怎麼辦 然後我要再透過他 再把所有的話傳回去 去給那個日本人聽 他不想跟你講話 我覺得這個好像以前也曾經聽過 他們是不是 你們不信任 對 其實是不信任 他們怕 以前說是排擠 不如說他們就是很怕 會有任何語言上的隔閡 所以我之前像是 因為我其實算是會講日文溝通 應該是大致上沒有問題 但是我去就是有一次在 關西基層的J2那邊 J2站要買票的時候 他有分外國人櫃台跟日本人櫃台 但是因為我想要買的 不是外國人用的票 而是日本人的票 所以我就去 然後就還問他一些 就是細節這個票價的 然後他就一直說 他說 你要不要去外國人那邊 就是 你都說中文 日文對不對 對 我都是用跟他講日文 他就覺得說 他還要跟我說明 就是很麻煩 然後他就覺得說 外國人櫃台 我說可是我想要賣 是日本人的票 他說外國人櫃台 因為其實我之前住在日本 所以有去打工 然後就說 你住多久日本 兩年多 然後那時候打工的時候 我們前面的名牌 一定都是寫姓名吧 對 那我姓黃就會寫姓名牌 所以一看就會知道說 我是一個外國人 然後我遇到的客人 真的是各式各樣 當然各式各樣都有 那老一輩的日本人 就是會非常的好 但是真的還遇到 蠻多的年輕人 看到名牌 知道你是外國人了以後 他們會 那也沒有關係 可是我有遇到 就是他真的就是 就是會講很慢說 就是說 還問你聽不聽的 聽得懂嗎 一個 對 對 會重複 然後我就 等一下這樣很尷尬的 對 對 然後那時候 其實就話好像講 會很受傷 就譬如說在台灣 我說中文 然後我還沒開始說中文 他們看我是這樣的 就是外國人對不對 他們就努力唱英文 然後我說 你不要那麼辛苦 我會講中文 他們就說 不好意思 然後就說 你剛剛很高說嗎 對 對 對 但是我覺得像是藥局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也要看你的心態 去怎麼看這件事情 或是看那個人的表情跟態度 因為像藥士也是 一看到我的名字 可能是外國人的名字 他就是會覺得 我是不是不會講韓文 所以他馬上就是放慢 然後一天三次 早 午 晚 晚 然後他會把那個藥單 拉起來 就說中間這個午餐 然後我就想說 好 他可能是因為怕我聽不懂 那通常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如果 我又再用韓文回他 我也怕他其實會尷尬或什麼 然後我就會假裝不會講韓文 所以我就會就是 OK OK 對 對 讓他有一點就是顏面在 就是 對 這樣我也覺得心情 也不會讓他這麼尷尬 就是還是算他們的貼心啦 也是... 我先講一下他們的 垃圾 不是垃圾車來收的 他們是 像集中的地方 對 有一個 有一天拎著垃圾 然後就是很 懷疑我們就對了 就是 就很兇這樣子 對 就是 其實我在日本做民宿 然後 也住了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分類垃圾其實 我還滿清楚 我就跟他說 不是我的 我還把家裡 就是隔天要丟的垃圾 已經分類好 拿出來給他看 那他還是說不相信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不是你會是誰 對不起 他也姓女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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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 你那麼厲害 不然你這一包分類給我看看 是 你分完之後 他就跟你說好 你好多 他就想分類對不對 他就想把他帶走 他就想丟給你 太尖炸了 好 那韓國的話 我婆婆她怎麼就是傳統韓國人 然後 應該說我婆婆對於媳婦有個幻想在 就是希望有一個 幻想中的媳婦的樣子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那時候 剛嫁過去的時候 最辛苦的地方是 她會想要訓練我成為 就是她 她記憶當中的媳婦 比如說每天要打電話問安 然後公公生日的時候要 煮滿桌的菜一定要有那個海帶湯 然後過年的時候要穿著韓服去請安 這樣子 這些是很傳統的韓國習俗這樣子 可是因為我是外國人我不知道 她會以肯定句來跟我說這件事情 就是比如說 公公隔天生日就說 你明天要來做一下整桌的晚餐 她的是肯定句 她不是問號 她是句點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會跟我老公講說 你媽呀我明天去做整桌的晚餐 要有海帶湯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是我的老公跟我的小 我那是什麼小姑 對然後就會一起去跟我婆婆 就在旁邊嗆我婆婆說 不要唬爛她好不好 你不要因為她是外國人的唬爛她好不好 所以她們家根本沒有那個習慣 就是老一輩可能婆婆做過 但現在年輕人根本沒有人在做了 對 其實剛到那邊一定有一些習俗 或是生活習慣是你不了解 有沒有因為這樣子闖了什麼 或出了什麼糗呢 在日本啊曾經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台灣名字好尷尬 對 因為其實在日本 大家姓都是兩個名字 或者是三個 甚至是只有一個人 對 那因為我姓我本身是姓沈 沈跟陳 在日本其實是親 那我大學的時候啊 那個老師就看到那個名單的時候 他就寫說 嗯 親...親生 他其實親情在日文是 小雞雞的意思 所以我就被叫成小雞雞先生 好啊 他很敢答 因為剛好他講兩字嘛 他為了確認 再講一字 如果是 如果講一次就滿正常 親生這樣就OK了 但是他說親...親...生 他不義的吧 他不義的吧 對 因為日本對那個親其實 很敏感 對 因為原本是跟日本人去唱歌的時候 然後他就 欸 你不是會中文嗎 唱個中文歌嘛 然後我就想說 很想加唱個大樂在東京 第一句就被哈哈大笑噴板 為什麼會 輕輕的 我就... 然後想說不行 怎麼可以笑中文呢 那我就...我就點台語好了 結果唱到最後 沒事最後一句又被笑 對 台北京啊 你... 親親 你真的好會弄這個的感覺 沒有 我要回去日本啦 跟日本人去唱歌 然後你住...你住台灣嘛 你會...你會唱中文歌嘛 對 然後我也唱親親的時候 你唱什麼 我會... 念壞了 我會念壞了 我有遇過 自以為 自以為可以唱歌 因為剛去不久的時候 然後我想說 反正單身狗一條 就排打工 度過寂寞的夜晚 然後去聚酒屋打工 結果呢 一去就是兩個女生分別 就送我巧克力 而且包裝得很可愛 然後又是2月14號 我想說 怎麼辦 我要選哪一個 你去四個人的菜 對不對 差不多 終於 選誰 結果 下班的時候 我發現店長大叔 所有人男同事 全部都有巧克力 對 就叫做一粒巧克力 對 就這種禮貌的感覺 對 所以就被誤會了 就是這兩種 一個是本命巧克力 本命是最喜歡的 真正喜歡的 本命巧克力跟一粒巧克力 然後他說到的是一粒巧克力 那他們的長相 巧克力長相會不一樣嗎 因為 本命是應該是手做的 手做巧克力 對 自己做 而且是給的時候 然後一定是跟高白一起 那你有什麼 他跟你講 他喜歡你嗎 沒有 我看到 沒有 真的 看起來不是手機 他應該還寫三百八這樣 金莎 我到金莎很開心 結果一進去 對 看到那邊一堆 三十幾個金莎 對 就是可以有一個方法去分辨 就是Timing 就是一般如果像我們給公司的時候 會是在上班的時候直接給 就是說 今天上班辛苦了 那這個給大家先請人節快樂 這樣一起加油 所以千萬不要在下班的時候 偷偷 對 下班的時候突然叫過來給 很像告白 下班給的都說 等一下就一笑膩這樣 什麼 你真的嗎 就一起下班 走一走一坐在哪裡 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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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而且他們會回禮 就是3月14的時候會回禮 是男生送女生嘛 對 對 所以送什麼都可以 會送家電嗎 還是送家 那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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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回禮一台冰箱 都會... 很好笑的糗事 就是好子先開動 就是餐...店裡面去聚餐 然後一般來說聚餐 大家一定會一起點酒 然後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會有那個負責人 他會出來跟他說 今天為了什麼事情 大家聚在一起 謝謝大家 然後乾杯才開始 結果那一次 我就先跟幾個同... 就大家一起點了飲料 然後有幾杯飲料就先來了 大家就放著 然後繼續聊天 然後我就順手把這箱 拿起來喝了 然後就繼續聊 然後就跟著我坐在對面的 那個就是副店長 他就跟我說 Edison 然後說 超級丟臉的 所以你那時候 已經去多久了 其實才去...就是不到一年 就真的很新人 才去過一兩次 就雖然記得說要一起乾杯 但是就是一瞬就是 太開心就忘記了 然後就一到輪船 一坐下來就跑來 坐一坐... 一班坐下來 冰的來了 還可以 當初我是先到韓國 我一開始不會韓文嘛 然後我是到了韓國了以後 才去學語文的 所以那時候去都不會 是完全不會這樣 真的啊 然後去學了以後 那中間就是生病啊 那時候也沒有去醫院 我就是直接去藥局買成藥這樣子 然後去了以後 一進去以後他就問我說 講韓文上就說 可是這個意思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 你是怎麼來的 但是在那個店裡面 那個藥技師問我的原因 是他是要問說 有什麼症狀的意思 什麼風把你吹來了什麼的 然後其實你應該要回他說 我咳嗽流鼻涕這樣子 可是他問我的時候 我當下他說 他就說我走路來的 沒有 真的 就是 他翻證中文的意思就是 你怎麼來的這樣子 然後就 他當下就也很尷尬 就 那你哪裡不舒服 真的 然後後來回去以後 我就還跟我老公抱怨說 那藥劑是廣很多 他問你有怎麼來的 管他什麼事 真的 才知道我很糗 其實糗的是我 對 淋雨真的很難 對啊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有想到的是 韓國人習慣就是說 再見的時候怎麼說呢 就是 我打給你這樣子 我打給你 但是這個打給你 一直是保持聯絡的意思 那外國人就覺得 他打給我 也不用吧 先不要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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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直等到臨聲一點 沒有對話 沒有 什麼波媽怎麼樣 這樣子 好 其實問題很多 之前有工作的機會 然後跟一個比較大的 公司的會長 還有他的秘書部長 跟次長一起吃飯 就很多人 然後就是那種 會長已經六十幾歲的伯伯 會長就非常的得意 就跟我講說 我要帶你去一個 韓國女生最近 非常喜歡的地方 韓國女生都一定要來這邊 結果一進去之後 整條都是MOTEL 直接就回頭跟她講說 會長你 非常喜歡 因為你妹子沒被搶過 台灣綜藝梗 靜采日線 筷子對夾大不盡 他要給我 我就趕緊幫他夾 然後他就整個韓毛都豎起來 我嚇到 想說幹嘛 所以這個是好像是 日本人不能在台灣 都綜藝節目 我們都在那邊接 對 對 對不對 對對不對 好像圍巾有沒有 韓國女生都一定要來這邊 結果一進去之後 整條都是MOTEL 他走錯路 但是後面的秘書部長 什麼全部都不敢講話 就默默走在後面 然後就大家就說 大家就是喜歡這裡 就是大家會在後面 自己一講 然後我就直接就回頭跟他講說 會長你這個 我對你有點失望 我就說怎麼 你怎麼會說你先喜歡這種地方呢 然後後面的 就是可以感受到後面有人 就發出這樣子的聲音 後面又結冰了 對後面就是很驚嚇 因為後面都是五十幾歲的人 因為被發現會長 對 對 對 但會長就是他突然就說 真的在韓國沒有見過我可以 就是有人可以這樣跟他講話 然後他就非常喜歡我 但後 非常喜歡他講 非常喜歡他 你妹子沒被嗆過 對 他後來就還跟我認這個兄妹 蛤 蛤 那你就真的 對啊 他幾歲你幾歲 他跟你講兄妹 韓國人你覺得這正常嗎 正常嗎 會長都這樣 他看太多A片 對 對 對 所以他就是 就是其實後來那個秘書 就有跟我講說 平常大家 不會這樣子跟會長說話 對 但是他是事後就跟我講 他就說 但是因為會長就很喜歡你 然後 你又是外國人 所以他都不會怎麼樣 你可以盡量再看外國人 因為日本有一個 拿某一個東西的方式 一定要注意 什麼東西 他有興趣喔 拿什麼 什麼東西 拿筷子 對 拿筷子就拿筷子 拿筷子 拿筷子不知道大家怎麼拿的 但我們都是用筷子長大的 應該很簡單吧 對 我之前在去日本之前 拿筷子是這樣子 這會難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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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筷子耶 拿筷子真的一連金庫 那還不行啦 就是以前會交叉 但是後來就是 日本朋友 交叉很難耶 交叉怎麼夾起來 這不會交叉耶 真的嗎 妳都這樣子 然後菜再這樣 妳這樣子就起來是不是 好難喔 就是其實在日本 因為媽媽會非常嚴格的 教小孩拿筷子 一定要這樣子拿 要這樣子就是開開的 然後只有前面碰到 可以碰到而已 是完全沒有交叉到 後面也有碰過 不太常接觸外國人的日本人 對他們來說 正確的拿筷子的方式 是非常正常的 對 所以你筷子拿得不好 他們就會覺得你是一個 家教不好的人 就像我譬如說 我穿日本人鞋的 所以我拿得就很漂亮 所以很多台灣人跟我說 妳用的筷子好厲害 對 為什麼後面可以打開啊 對 我也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 我也是並在一起 後面怎麼開啊 要... 你也是在身上 他在那麼... 下面這一支是固定的 然後指洞上面 對啊 就這樣 不簡單 可以喔 不要讓我丟臉的話 就這樣啊 其實漢國人也會看你拿筷子 然後就有家教問 然後之前有一個企業呢 他們就是在面試人員的時候 因為那個人 所以這件事情被他通到了那個 網路的就是卡片之類的那種 就是論壇的地方 結果這件事情就轉發再轉發 網路上面就鬧得很大 然後就是所有的年輕人集體 要抵制那個公司 對 說那個企業有 就是有歧視人的嫌疑 這嫌疑就是我遇到的 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在吃飯 然後我們兩個都用筷子這樣在吃 然後他就突然從對面 要拿一個東西給我 然後我就想說他要給我 我就趕緊幫他夾 可以 然後他就整個寒毛都豎起來 我嚇得到時候幹嘛 對 不可以接對方筷子夾著的東西 都是 因為這個是好像是 剪骨的時候才會這樣 對 那很棒 我想說 那每個人不能在台灣 錄中一節目 我們都在那邊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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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對 對不對 對 我們在玩遊戲要介紹 還有普克牌對不對 紅包夾夾夾的 夾夾夾的紅不浪 放下來 沒有 怎麼以前很好笑 對 對 這在那邊講 對啊 李... 不要跟日本人裝熟 我覺得很難 對啊 我們台灣人的距離感比較近 對 就是那種四海接兄弟的感覺 所以講幾句話 大家真的就會變成好朋友這樣子 可是在日本 他的好朋友關係之間 其實有兩個單字是分開的 一個叫做Siriai 是互相認識的人 對 認識才是假的 彼此認識 跟另外是 大家知道的所謂的 這個才是真正 好像把那個牆放下來 真的是靠在一起的人 對 然後一般來說 在日本人 他們聊得開心的時候 其實可能只是 為了要維持那個 對 所以就是 很假 這樣很假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判斷那個是 假之心還是真之心 我自己覺得的判斷方式是 他願不願意跟你分享 他私人的空間 就是他私人的休假時間 或者他願不願意在整個聚會的 結束之後 他願不願意約你 你一直都不知道他們 真的 覺得你是土摩大吉嗎 還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這一項 台灣很好喔 台灣就很明顯喔 喜歡你就來抱一個這樣 親一個就這樣 每個人都會喜歡你 先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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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沒有那個橋段 今天沒有 日本人比起台灣人 我覺得日本人有一點 跟對方開玩笑這樣子 但是日本人他們會真的受傷 日本黑道語助詞 台灣人戒不掉 我想知道 這個絕對不可以講 來來來 就是台灣人常常 那一秒就會生氣 為什麼 不講少年 或者是那個黑道的人 阿鼻孔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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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們社團有活動 然後他就是活動時間比較久 然後他就很累 然後他就說 我好想睡覺喔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妳要不要先回去 就這句話喔 這句話大家有覺得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啊 覺得妳很體貼 對啊 體貼 我當初也是抱著這樣子的心情 跟他講 可是後來他就說 就是 我就發現他後來就是跟其他人說 Tiff你講話很毒 他不然要講 妳要不要先去洗澡 這樣子 真的嗎 是嗎 在那個 腦海中的解讀好像是 你不會先走喔 你累你就走啊 這是這個講話 我覺得我很擔心 你如果 你現在先回去比較好 的綠人的話 我覺得還好 那你回去吧 這個 應該你講的綠人 就聽的感覺 這是中文的話 那你先回去啊 那就回去吧 對 這種感覺 你這樣就是 會玻璃心受傷 還有分什麼靜雨是不是 不是靜雨 是一種 就是那個 雨調 那你要不要先回去休息 這樣子 先回去啊 這樣子 那種差別 而且現在日本年輕人 真的是玻璃心就不行 這潮濕難嗎 現在的耶 現在的日本的年輕人 就不行了 不是跟我的年代不一樣 其實那個語氣是韓語也是有 就是你回家的意思就是 我們不需要你 或者是你來做幹嘛 這樣的感覺是不是 那那個韓國男士 其實如果聽到這裡 就不會怎麼樣 因為韓國男士都是當兵 當過兵 那日本都 你這樣沒有補名高鐵 對 年輕人不是 打妹 打妹 有一個字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如何 一個字人入日本人 這個絕對不可以整 來... 就是台灣人常常聽不到 聽不清楚的時候 會說蛤 這樣一秒就會生氣 為什麼 因為在韓式是不禮貌的 真的嗎 那如果我聽不清楚的話 我要說 你要講 沒有 有差嗎 因為在韓式這個 你說... 什麼感覺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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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都有意思 不講少年 或者是那個黑道的 是不是這樣 那時候 蛤 你腳上什麼的意思 這樣蛤 是不是不要說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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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撩皮了 開車不能穿衣服 內褲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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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像台灣就很愛穿 假腳拖鞋 對啊 不管開車或什麼都可以穿 但是日本不行 不是因為怕腳臭 是因為穿拖鞋它可能會卡到郵門 或什麼 規定是不是 如果被抓到會被罰錢 那如果後面是有袋子的拖鞋 要看每一個都市 有時候東京跟大阪說不定不一樣 它的規定是不一樣 要上網看 那如果是穿LV的夾腳脫裙 不行 不行這樣 不是賣品牌耶 穿載一身的夾腳脫裙 不行 餐本要是 打到射隊 這麼規定 這麼嚴格 千萬要小心 好 韓國生活要注意的點就是 這個 對 就是像在台灣我們通常 對 很容易會就是 而且會 因為越點越大力就表示 你越有誠意的感覺 對 就是嗯嗯跟嗯嗯是不一樣的 可是像我一開始 那時候我婆婆她可能煮飯 她就問我說 那你覺得這個好吃嗎 或是還合不合口味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表現好一點 因為畢竟這可能是我未來的婆婆 所以就很認真的機器 對 很認真的機器 這樣嗯嗯嗯 好吃 然後結果我婆婆就 就一臉覺得很荒謬的臉 看著我想說 為什麼 因為這個嗯嗯就是 就是對晚輩講的話 所以當時我還沒有辦法 這麼快的轉換說 伴語跟敬語 然後也還沒有這麼習慣 因為通常都跟先生講話 就會是講伴語 你好 我是日本的Sumi 今天我要教的是 如果你去日本要買票 有時候新幹線 有時候火車 有時候巴士什麼的 一定要碰到這個問題 那你怎麼問呢 你可以練習看看喔 拜拜 拜拜 因為黃路跟先生講話 就會是講伴語 所以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一定要表現好嗯嗯 結果就錯了 然後當下就覺得 哇 我應該就 所以跟長輩要什麼 妹妹嗎 可是她的嗯嗯這個反應 就蠻快 就是說你這個樣子 嗯嗯的就馬上回 但是一個女生是 慢半拍 開朗珊 沒有啦 有跡象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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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在啊 你都走過了 你 對不對 對 跡象 所以在韓國不能 嗯嗯 對 不能 在日本也不能 為什麼 是上廁所的意思嗎 為什麼 可是她也是 跟韓國一樣也是普通話 就是平背可以用 對 如果對上手或是 對 嗨 白板跟你講你要怎麼回答 嗨… 朋友在跟你講話 好